关于我下一步的申诉恐高问题 谈几点细节 一 下一步申诉恐高的终点是 十五年兴漫十方后 对我实行的思念非法拘禁和 这期间为了逼迫我认罪 放弃思想 要听他们的话 与他们合作 而无险其耳 并弹性等问题 这是内蒙公安庭 果报纵队和内蒙蒸发委 直接采与下干出来的非法勾当 我要控告他们 二 书店问题的实质就是 内蒙油光方面 把心纳无先后 不让他继续经营书店 也不让我儿子开 这是明显违法的 以生存为威胁 恶恶的程度 更多次拨夺儿子打工的权力 使迫害编本压力 三 十方前口口声声称 可以继续申诉空高 但是到其二处 却说只能在国内申诉 不许在国外申诉空高 同时对代理律师 限制处境 进行打击保护 还有我初见后 限制我的言论自由 对我接受媒体采访 提出警告 继续以生存为要歇 到现在不禁不给我生活费 还将我妻子的银行卡冻结 再次限制我儿子外出大工 接受采访后 所需的电器 资金不给买 果报方面 昨日跟我弟弟谈话时 还是坚持让他说服我 放弃思想 要听他们的话 与他们合作 否则很多生活必需贫 可能都不给买了 初见前 我一做好准备 从拐押我的黑监狱 遭到社会这个大监狱 从这十天的实际情况看 确实如此 这更坚定了我通过申诉空道 争取我们一家三口生存圈的信念 好的 2014年12月19日